台北市私幼性侵案 震惊社会 园长的儿子毛俊生 先前被法院认定 性侵了六名女童 犯下224条罪 一审被判刑28年 而检方持续侦办 再查出了有39名幼童受害 遭到侵犯 他甚至在大街公園等公共場所 也偷拍未成年的性私密影像 超過三百次 行為惡劣 警方昨天再對他提起公訴 並鑑請法院諒處罪重刑罰 罰警前後介護出庭 這一位就是臺北私幼案 被告毛俊生侵犯六名女童 犯下224條罪 一审被判28年刑期 全案正在二审审理 但检方擴大調查 又追出另外39名幼童受害 22日再度提起公訴 監禁法院處罪重刑 侵犯刑法 加重強制性交 加重強制猥褻等罪刑 依法提起公訴 检方嚴厲控訴 毛俊生身為交保員 利用幼童善意與信任 暗示魔抓 還把犯案過程全程拍下來 也被發現掉監視器 轉存孩童更衣畫面 甚至不只在幼保機構 就連公共場所 他也四處犯案 從街道商場到公園 專條未成年兒哨 伺機偷拍性影像 光检方調查 就至少306次 全案被害的幼童 越來越多 毛俊生的惡劣行為 也讓受害家屬怒轟 重判官到死 質疑圓內其他老師 包庇置之不理 检方更批評 毛俊生是他人身體隐私 如獵物 在光天化日下 吸引暗黑龌龊之事 更是兒哨性剝削 防治條例上路近30年來 處罰情結最嚴重的一次 當小孩 他可以有這樣子的意識 然後去告訴大人的時候 那大人一定要采取 積極的一個作為 那向外跟警察局 教育局跟社會局求助的時候 那蠻遺憾的會是看到 大家對於這個幼兒的這個證詞 有不信任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傾向 立新基金會建議 性貧教育等課程 往幼兒園向下抓根 強化孩童 危險一事 從幼兒案件的調查人員 到政府主責單位 也許經專業訓練 不能牽呼幼兒童證詞 以免錯失任何挽救 孩童集會 記者 陳偉新陳紅 一陳立峰 台北報導